北京进一步放宽防疫规定 宣布进入各类公共场所只需扫码 可以不查验核酸检测因信证明 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 习近平称赞江泽民是卓越领导人 印尼国会正式通过刑法修正草案 新法规将禁止婚外性行为 若违法最长可判一年徒刑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12月6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杰宜 中国首都北京市进一步放宽防疫规定 宣布周二进入商超、商务楼宇 及各类公共场所只需扫码 可以不查验核酸检测因信证明 与此同时进入社区 不查验核酸检测因信证明 常住居民可不扫码 不过进入密闭场所以及餐饮 室内健身等场所 还有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幼儿园 和中小学及医疗机构住院部等场所 需扫码并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因信证明 重要单位和重大活动可根据需要 确定核酸检测查验措施 各区继续提供社会免费核酸检测服务 并不断优化布局 方便满足群众院检进检需求和防疫工作需要 此外北京自周一起 公交、地铁运营企业在核验健康信息时 不得拒绝午48小时核酸因信证明的乘客乘车 中国官方周二早上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前国家主席江泽敏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官方对追悼大会现场直播 追悼大会默哀时全中国民众默哀三分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出席 大会首先为江泽敏默哀之后奏唱国歌 习近平其后发表道词 习近平表示江泽敏是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网络舆论也普遍对江泽敏的逝世表示哀悼 称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赞扬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 印尼国会周二通过备受争议的刑法修正草案 新法规将取代现行法律 但许多条款备受争议 包括惩处婚外性行为 禁止婚前同居 引发外界忧心侵犯人权 而新刑法预计将在三年后生效 新法规将对婚外性行为施以惩处 最长可判一年徒刑 修正条文还包括禁止侮辱总统和国家体制 禁止表达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反的观点 禁止男女在婚前同居 对示威游行的限制更为严格 在有关婚外性行为和同居的最新条文中 规定这类控诉只能由配偶、父母或子女等近亲举报 在此同时 总统受到侮辱时 只有总统可以提出告诉 而这类罪行将被处以三年徒刑 尽管该法仍有许多争议 但印尼政府积极加速推进通过 部分反对人士认为 这是为了避免爆发更大的示威抗争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明天见